太平常义高中欢庆创校28周年这天举办庆祝大会 除了全校师生参与之外 由于校方近年来持续推动国际教育活动 因此这天更邀请来自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十国 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生一起同欢 现场还展现记忆教育课程成果 整个校园是热闹滚滚 去位教师组去位竞赛正式开始 请校长明天 明强声响起大伙忙着统一步伐向前走 大找哈利去位竞赛考验团队合作的默契 有的队伍是整齐一致的快速向前 有的则是缓慢的原地不动 这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生 首次体验更是直呼相当不简单 有五位外籍的交换生 那我们这些交换生的同学也邀请 他们在台中地区的所有福人社的外籍生 一起到长异高中来庆祝我们的校庆 那在这整个活动里面跟我们所有的家长委员 还有同学共同来参与各项活动 可以来进行更深入的文化交流 我叫黄威 我是法国人 我是两岁 游戏很好玩可是呢有点困难所以他们必须要练习一下 我叫艾莉 和我也来自法国 我是七岁 我认为我很高兴地到长异高中 因为大家这里很友善 他觉得在长异的话学生跟老师们都很友善 就是人都很好 然后他们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学习 是个很好的经验 我是黄雪姬 我是法国人 我是八岁 我觉得今天很好玩 因为在法国我们没有学校的生日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学校 长一高中欢庆28岁生日 这天举办庆祝大会 校方表示 近年来积极推动国际教育的相关活动 这次校庆也邀请来自荷兰 法国 意大利等十个国家的外籍学生 一起来体验台湾学校独特的庆祝活动 有些国家没有像这样的校庆活动 难得的体验留下难忘的回忆 在校医性的主轴除了国际教育之外 我们因为有国中的技艺班 那技艺班我们跟青年高中来合作 重机的机车的一个修复 还有跟持民高中的参与科来合作 所以他们在这一次也有到学校来涉滩 共同来举办他们的成果展 除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之外 同时也展现技艺教育课程成果 餐旅职群安排铜锣烧棉花糖 让同学体验 还有动力机械职群 展示电路系统 视焦板的操作等等 让整个校园是热闹滚滚 谢谢大家收看台中长报导